那你平时爱看综艺节目吗 有一些 看一节看 相亲节目 你看 Ricky 你多大了 你年龄 我八八的 至今 未婚 怪不得 回家带回一个 funky女婿 爹地 你好 如果说 湖南卫视有档节目 叫歌手 如果邀请你们 你们会去吗 如果是认真的话 我们就好好准备 如果还差点意思的话 我们回去好好做唱片 是这样的 到时候要洪老师找着你们聊聊 紫荫 紫荫 你要上歌手 歌手肯定不去 好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歌手和乐队 还是两回事 真的 听一个歌手唱歌 你可以有很多方面 评价的声音 但实际上看乐队的话 不只是唱 我觉得乐队和歌手 在一块比赛 这就不太对 但我觉得旅行团的主唱 是一个歌手 我觉得 很少应该有乐队 主唱的那么自信 很少应该有乐队主唱的那么自信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歌手 可能跟紫荐的意见不太同 紫荐 怎么回事 你要说什么 不是 其实那个 当然就好的乐队主唱 肯定要先是一个好的歌手 但是我只是说这个 评价歌手可能就是 你只评价才唱了 但是评价乐队 你的打分的面要很多面 这两种形式不应该在一起比 他不用会唱歌 就是在于因为我们已经 就已经造成了 难怪我们乐队要选我当主唱 那都不用唱 不用唱歌 因为很多时候 有态度 那是一种表达 对 这么一说我们又得成了 对 你不用回弹贝斯 你不用回弹吉他 五个人往台上一站 对不对 最快是最大朋友乐队 是不是 都有态度 爱看不看 接下来我们赶紧请三支 乐队的各位优秀的乐手 棒吴天天兄弟当中 五个人找找 有没有天分 去胜任合适的乐器担当 首先是鼓 我们有请石鹿跟徐彪 你们谁愿意学鼓 其实一波很厉害的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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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很厉害的 鼓手在乐队里面相当于 指挥吧 然后自己的内心 怒度必须得稳 不能跑偏 肢体协调性得好 左右脑得分配 那个倒不用 就是对齐 其实很多人说 节奏是什么左右脑分开什么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 我觉得就是往一块对 齐拍要闻 对 它需要是有节奏感 你都明白吧 如果你听音乐的时候 能够跟着一块拍巴掌 你就可以成为鼓手 很简单 对 我觉得很简单 其实 你这个特别像那种 要收别人教学费那种 就是先说 你只要能拍巴掌 你就能学 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就走你呗 那咱们天天兄弟中 肯定有特别像尝试鼓舞蹈的 对不对 王一宝和全峰 来 走你 我先做个吃饭 就是打得好听一点就这样 拼多多 拼多多 拼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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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的多